县长徐淑华上任之后 积极发展宜居南投 不仅发展观光 同时也积极的招商 希望大型企业能够来到南投县投资 带动地方的发展 日前景英开发公司 在普里镇投资日月亭复合式商场 日前也举办开幕仪式 在选地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说 在爱兰交流到底下 那么一个这个长行的规划 可能很难有很好的发挥 但没想到呢 它积极的去引进了日本的鸟屋书局 特别呢 也把我们很多的国际的各种的视野 带进来南投 那最重要的 它也是现在算是我们南投人了 在南投这边自产 同时呢 企业也做得相当的好 那尤其呢 它也希望呢 跟我们县政府大家共同来打造 把我们的观光首都移居城市的概念 可以不断的推广出去 先议员陈宜君 林芳宇 淑玉成 以及王秋淑也到场祝贺 并希望日月亭 能够成为大普里地区观光性亮点 带动地方的发展 串联我们18度C 还有我们日月坛 还有我们的这个清津农场 来创造更大的观光产值 那我们身为普里人非常开心 因为呢 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将会成为全台湾 甚至在世界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那所以在这边 特别欢迎大家 来到鸟屋书店日月丁 共同创造我们普里的另外一个奇迹 如果说能够企业连结 能够跟随着工部门 我们一起打造一个移居的南投 一个移居的普里 我们相当的期待 业者表示 普里是台湾中心 并且临近日月坛 他非常看好此地的发展 希望借由日月亭的开幕 能够迎接全世界的游客 带动地方的发展 我们的面宽总共297米 将近300米 100公尺要跑三次的 所以我们这里是大面宽 迎向全世界 全台湾 因为第三期 我打算打造的叫做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叫做 第一个叫人才聚集平台 第二个叫做农产品 商品聚集平台 第三个叫做 艺术家聚集平台 再接下来就会有一种 创意聚集平台 副育长排一圈 欢迎业者来到铺里进行投资 也期许日月亭的开幕 除了能够成为 普里观光的新亮点之外 也能够借此带动 地方观光产业的繁荣发展 记者从而一 普里正采访报道